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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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我是否对这个文件或者对这个目录拥有读写咨询权限 诶 我是否对这个文件拥有赛特约ID权限等等 但是今天这个速度权限它操作的对象是系统命令 当然对Linux来说 命令其实也是文件 但是它和普通文件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它主要指的是什么 我们讲过 在系统当中有一些命令 这些命令主要是放在跟下的S并下的 和优势下的S并下的命令 是只有管理员root可以用的 诶 但是root我们说在实际的功夫当中 它可能很忙 它可能没有时间去完全的去维护服务器 我们有可能是这样啊 一个团队来维护一组服务器的话 可能这个团队的负责人负责入图权限 剩下的这些团队的其他人员呢 可能都是拿普通用户权限 但是呢 这个负责人可能工作很多 他没有时间去维护日常的服务器工作 这个时候需要普通用户来进行维护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 普通用户的限制非常多 很多命令都做不了 都没法使用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干嘛 root把一部分只有管理员可以执行的命令 负于普通用户执行 这就是速度权限的作用 诶 还是说啊 速度要注意的是 首先它操作的是系统命令 第二呢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把本来只有管理员 也就是只有root可以执行的命令 比如说关机 重启 添加一个其他的普通用户 这样的命令是只有管理员可以做的 但是我们说啊 这种用 这种命令 可能工作又比较常用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搭建游戏 每周的时间都需要把所有的服务器都重启一遍 但是 把所有的服务器都重启一遍 让管理员root一个人去用 去重启 可能会累死他 他也没时间去做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普通用户来做 这种重启工作 那 这种工作我不能把root的密码告诉他 这样的话就是丧失了这种普通用户和管理员root之间的区别 那能做到的方法 Linux系统给我们也已经想到了 它就是指的是速度 它的作用就是什么 我指定给某一个普通用户赋予某一个管理员层执行的命令 让他可以替代我执行这样的命令 这就是速度 其实并不难 其实速度使用的时候也并不难 我们用微爱速度命令就可以直接操作 注意啊 注意啊 速度使用是这样的 首先需要由root把命令赋予普通用户 第二步呢 普通用户才可以用这个命令来执行 那也就说 如果超军户不给你给这个命令的权限 你普通用户就什么都干不了 所以首先第一步是要由管理员看清楚齐师傅 齐师傅是这个警号 也就是代表我是管理员 首先需要管理员使用命令 微爱速度在这个命令当中去赋予给普通用户赋予它能执行的权限 注意 微爱速度实际上搜索的 实际上修改的就是 E7C下的Sudo E2S这个文件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不用这个命令 微爱速度 我直接用微爱 我直接用微爱 用微爱命令来修改这个文件 其实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 那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 微爱速度 这就是这个文件的内容 这个文件的内容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还有很多说明的 但是我们这里用到的就是这样 它给我们给了一个权限的例子 我把这个权限的例子复制出来 第一个是指的是用户 你给哪一个用户赋予哪一个命令 最后一个是命令 那它这里举例是用root用户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 root用户其实不用复制 那所以看 root用户给了所有文件的权限 那也就是说 你只要照着做 把某一个普通用户的用户没写在这儿 就可以给某个用户赋予权限 比如说我给IC用户赋予权限 那赋予什么权限呢 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IP地址或者网段 那我们说啊 我们很多同学啊 在这里看到IP 想当然的认为 这就是 它限制的是允许某一个IP 或者允许某一个网段 使用IC用户 或者它指定的普通用户 来访问我这台服务器 超个演技之什么 因为 直到有一天 我去查看这个文件的帮助 苏德尔斯 我们已经知道啊 我先保存退出 先保存退出来 先保存退出来 好吧 他说什么 我的这个文件写的不符合规则 那么强制不保存吧 好吧 那还只能删掉 还是只能删掉 或者直接强制退 强制退掉 太麻烦了 那我还是把它改回来吧 因为这个地方 我刚刚只写了一个用户名 后面都没写 所以他认为你这个东西 写的实在是不能接受 所以刚刚做修改的时候 他有一大堆的报错其事 那还是啊 我们先退出来 我们干嘛 我们查看一下 这个VI速度的帮助 这个帮助里面 能够看到的只是 这个命令的帮助 看到的信息不多 但是我们知道 它修改的实际上是 这个配置文件 那我们知道 用慢加5的方式 5代表配置文件 可以详细的来查看 这个配置文件的帮助 来看看这个配置文件怎么写的 来 这个文件比较大 这个方式就比较大 我来找我超哥发现问题的这一段啊 其实我就往下挖 好了 这个慢啊 就不如VI那么痛快 可以随时指定航号 这个就不行 再慢慢的拉 看得我眼睛都晕了 稍等 稍等 我再找找 这个地方在哪 稍等 实在是比较大 没有VI方便啊 其实就是想说什么 那个IP啊 可能还真不是定义远程来的IP 而是 比如说 我这里 看啊 它举了个例子 举了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都行 这两个例子都行 我们看看 看这个简单点 它说LISA 这个用户LISA 可以运行命令 在任何一个主机 在这个网段当中的主机当中 这个网段别名 这个网段是哪来的 看 CUNET 是这里定义的一个网段别名 看 HustLias 网络主机名 CUNET 它代表的就是128.1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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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个B类网段 工作宜主机 og 创 SoftLias 网是25.25.25.0.0.0 那也就是说 它说的 它的意思是LISA 可以执行任何命令 在 这个网段 这一个网段 也就是这个网段之中的所有的信息 那也就是说 这块IP 也就是我说这里的这个OUT 它定义的并不是 定义 允许哪一个 Ano店地址或者网络 访问我这个问题 而是定义的是 就是允许哪一个用户执行某一条命令在哪一台计算机上 很别扭啊 很别扭很别扭 超哥当时第一次感觉的时候就是很别扭 那也就是说 这块如果咱们只有一台计算机 这块如果写O 或者写我当前本机这台Linux的IP 它都代表允许某一个用户 在我当前计算机上执行哪些命令 那有人可能会有第一个反应就是 那这个地方如果写一个网段有什么作用 这块如果写的是我本机的IP 它代表允许LISA用户访问我本机 使用命令在我本机上使用 那如果是一个网段呢 它代表的就是什么 只在我们一些比如说Linux当中的NIS服务 NIS服务这样的服务当中可能有用 它指的是如果我把整个网段的用户名的IP和用户名和密码 都集中在一台服务器上进行管理 这个时候给这里写网段才是有意义的 反正我们说这块这个IP跟大家理解的不太一样 包括超哥也是对他理解错误了很长一段时间 都认为是定义的是来源IP 但是它定义的实际上是访问IP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能写的要不然是Linux 要不然是我本机IP地址 如果使用的是一个网段 那就需要搭配NIS服务或者预控管理这样的这些东西才可以实现 好了 来解释啊 这块指的是被管理主机的地址 那也就是说访问主机 这个Linux 中文号小文号当中这个Linux 代表我可以使用什么身份 这个地方可以不写 那也就是说 如果某一个用户假设是不用他的例子S用户 当我执行任何命令的时候 在我本机 他认为的身份是任何一个身份 那也就是说他把S用户当成了任何一个身份 这里主要指的是关联 当成root来对待 当成root来对待 那这个奥 这个小括奥当中的奥是代表把S用户转变成什么身份 一般情况下写奥或者不写都是可以的 他默认就是说把S当成root用户来对待 最后这个奥代表任意命令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写奥 这个S用户就相当于是一个root 所有root可以执行的命令 S用户都可以执行 这当然是不可理的 也是不可接受的 那应该是什么样了 如果应该写的话 应该写具体的授权命令 也就是说 用绝对入境写一个具体的命令 这里注意 我们举个例子吧 注意啊 这块如果写的是用户 或者写的是组 这个组这里是注释的 也就是说我们退出来 再看刚刚的VS都命令 VS都命令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O 它代表一个用户 它给了个模板 但是如果这块写的是百分号 它代表的是给某一组用户 赋予任何用户的权限 那就说 如果想要给组成员 组当中的成员赋予 不特可以执行的命令 只需要把组名之前加个百分号就可以了 所以啊 如果这样写的话 这就是组名 那这样说 很难理解 我们举个例子 来 管理员 使用VS都 给SC用户 赋予在任何一个IP 这里主要指的就是本机 执行S并下的沙拉档 杠R命令 杠R闹 我们已经知道 沙拉档杠R闹代表重启 那这样的话 SC用户就在我当前这台本机上 可以执行重启命令 注意 这个命令是这样的 如果你命令写的越简单 比如说我没有写杠R闹 它的权限越大 那代表所有杀了档可以执行的参数 它都可以运行 但是如果我写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命令 那这样的话 SC用户就会限制的非常非常小 它只能执行杠R闹 那也就是说命令可以按照你的需求 是写简单一点把权限给大一点 或者把命令写完整一点权限给小一点 那像这种重启的命令 超哥建议写得仔细一点 不要写成只写杀R闹 为什么万一用杀R闹的也可以关机呢 我们知道福西一旦关机它在远程 我们就必须通过人为的方式才能开开 远程就不能再连了 所以可以给一个这样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 较为把这个空间卡得死一点 把这个命令卡得小一点 让它只能执行这条命令 那我们试一下 外来速度 即便写在任何位置 我就跟它写在一起 让云悬新用户载我本机 或者说本网段的任何一批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单独一台去算机 既没有LIS服务 也没有预控制管理器 那这种情况下 写OUT和本机IP是没有区别的 它能执行什么呢 它能执行Spin下档 杀他 大 诶 干嘛 脑 注意 这个命令要写绝对路径 那我怎么知道杀他档在哪 诶 还记得where is吗 诶 我们where is一下 where is一下 杀他 大 诶 大家就会发现 杀他档是在SB下 好了 那这个时候 IC用户就可以执行杀他档 杠他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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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管理员赋予授权IC用户 那IC用户要先使用这条命令呢 它就需要干嘛 来 看啊 我先速 切换成普通用户IC 其实不难 速 切换成普通用户IC 这个时候呢 我不能像超级用户一样直接去执行这样的命令 因为你的权限是不足的 虽然我被ROOT用户赋予了速度权限 但是这个时候命令执行是要有一定格式的 必须前面打速度 后面再写我要执行的命令 当然也可以用速度-L查看一下 超级用户给我赋予了哪些命令 那我们试试 其实只要用速度-L能看到 就证明这个密码 刚刚那个授权是正常的 这时候需要你先输入IC用户的密码 确定你是不是IC 前面这些都是代表了什么环境面上的建议 等等 看这里有这样一条命令 我可以运行这样的一条命令 杀了当杠而闹 用ROOT的身份来运行 那也就是说 当我执行这条命令的时候 其实我是ROOT 那也就是说 刚刚的这个VS速度 刚刚这里的VS速度已经生效了 当然这里我要执行的话 我需要这样来执行 必须先打速度 然后再写绝对路径 然后再写选项 当然我只能执行这 我要加杠H演示不行的 要加杠杆关机是不行的 因为我这里的命令 给的就是这么准确 或者说呈现给的小 好了 这个命令我不演示了 因为重启一下非常浪费时间 其实不难 但是我退回来 我再用其他一个例子来解释 这个例子先给大家讲 这个例子宽章片没放 我想告诉大家 这只是为了上课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不允许把VS负于普通用户 我想干嘛 速度 干嘛 我给S用户 给S用户 这里 负于我这里不写 写本级IP 这个156卡 是我Linux的IP 156 等于 164 并下的VM 各位 这可是极其危险的作法 原因很简单 其实S用户是可以使用VM的命令 但是 S用户自己用VM的时候 它是局限在它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 如果我用速度的方式 把VM付给S 我们说过 在执行这条命令的时候 它的身份会切换成为root 那也就是说 这条命令一旦成效 IC用户就可以 不光可以管理它权限之内的这个文件 所有root用户能管理的文件 它也可以管理 比如说ETC下的Passo 比如说ETC下的S砂头 那权限就会对它失去作用 所以这种像VM这样的命令 千万记得不要给普通用户赋予 而这里我只是举例 我们看看它有多危险 我们先试试 首先注意 我这里写的是IP 保存 速成 切换成S用户 速度 干来了 看 因为我刚刚输过一次密码了 所以第二次查看的时候 密码就不用再输 但是它是有缓存时间的 过一段时间如果再查 就会要求密码 看啊 既有了SATA命令 又有了VM命令 那也就是说 我这里写的是IP 我这里写的是IP 是可以识别的 这里写的是我本级IP 但是如果我换个IP 比如说 我写成我Windows的IP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啊 它代表限制的是来源IP 那我们看看 我的Windows IP是155 我的Linux IP是156 那这块如果是限制的来源IP的话 那我这块就应该可以改成155 我们试试啊 如果改成155 我们再切换成为NC用户 速度 再来了 大家就会发现 VM命令是看不到 所以啊 我切回来 我们提醒大家 这个IP地址可不是限制的来源IP 而是限制的是 我可以访问的是谁IP 而被访问的计算机 或者说被管理的计算机是谁 好了啊 我们先解释了通过这个例子 通过IP的方式 来解释 这个IP不是限制的来源IP 这种东西非常容易搞匀 那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VM有多么可怕 有多么可怕 来 我在TAM目录下 我现在还是超进货 它是一个文件 TEST 我把这个文件的权限改成600 然后给里面写点内容 然后给里面写点内容 好了 我们来看看 这个文件的权限是600 那也就是说 其他用户 包括SC用户 对它是没有任何权限的 来 我们速称SC 切换到TAM目录下 ALESS 我们VR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其实是有一串1111 看啊 我看不到这个数据 因为权限不足 有人说 不是 我给SC用户赋予了VM的权限吗 为什么我用VR 还是看不到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说过吧 我们要干嘛 要打速度 后面加绝对路径 才可以是切换成Root用户来使用 那才可以使用速度赋予你的命名权限 那这个时候啊 我如果刚刚直接用VR来看 我是SC用的 但是我如果用速度现在来看 我就变成了路径用户 来看啊 我能不光能看到1111 而且我还能往里写入数据 都是没问题的 哪怕这个文件的权限对我来讲是零 这就是为什么我切回超级用户 我们来进去看看 为什么超级说 大家需要坚决的小心 不要给普通用户赋予VI这样的工具的命令 这样的话 你以为可能只是赋予VI去操作这一个文件 但是VI拿到这一个命令之后 它不光可以改刚刚那个test 我们的杀的文件 密码文件 这个用户文件 它全都可以使用修改 所以这个是不安全的 好 这就是我们的VI速度 举了两个例子 我们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超级用户赋予重启计算机的命令 另外一个就是欢迎看下没写 这个东西不建议 是超级用户赋予普通用户 IC用户可以执行VIM的作用 那本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这节课讲的是速度命令 速度命令大家需要注意 它操作的对象是命令 其次呢 它是让管理员可以管理 管理员可以把 只有管理员可以执行的命令 赋予普通用户 让他可以执行 它的格式也非常简单 VI速度进去之后 按照我们说的 先写用户名 再写被管理计算机的IP 等号小括号里面写这个 切换的身份 空格后面写你赋予哪一个命令 这里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普通用户在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 需要在前面加速度 后面的命令也要写绝对境 它要遵守这样的格式 才可以执行管理员赋予我的命令 好 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赋量 请关注西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